应伟达发布了几块新显卡 据说开光追还能100多帧 那它和PS5比有什么优势 这个视频我作为一名小白 给各位小小白普及一下 以4070 Super显卡为例 赛博朋克2077 2K分辨率 开光追的情况下可以达到100帧 瘟疫传说安魂曲 开光追可以到130帧 阿兰觉醒2如果用上一代的旗舰 3090显卡可以跑54帧 耗电300多瓦 如果用4070 Super可以跑98帧 才200瓦出头 这就是应伟达所宣称的 DRL3帧生成技术来达到的效果 决定游戏画面的好坏的关键 一个是分辨率 一个是特效 一个是帧数 这三个缺一不可 其中这个光追算在特效里面 光追是最吃显卡性能的 如果打开光追 帧数就会爆降 卡顿没法玩 如果要帧数上去 就得降低分辨率 画面会变得很模糊 也没法玩 如果分辨率特效 光追帧数 你全想要 价格得翻几倍 普通玩家又消费不起 那么有没有分辨率又高 又能开光追 帧数还高 还不贵的方法呢 还真有 这个方法让老黄给找到了 怪不得 英伟达的利润 利润暴涨800%多 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是因为DLSS3和AI加速 说人话就是性能不够AI来凑 比如我们在游戏中看到的画面 8个像素点 其中7个像素是由AI生成的 而且是在3毫秒之内生成的 再次说人话就是 我们看到的画面 只有一小部分是真的 是由显卡计算出来的 绝大部分是AI给猜出来的 这个猜啊 就是懵 瞎懵 三长一短选最短 三短一长选最长 这种猜的方式 比劣势一步一步计算 既省时又省力 还不累 当然了 我只是举个例子 英伟达的科学家们 一定有更好的办法 即便是猜 他猜的也会更准 比如暗黑4 开了光追 正常应该是50多帧 但如果打开了DLSS 会变成150到180帧 而画面还没有什么变化 这就有点牛逼了 游戏如果都这样 那谁还花1599美元 买4090啊 直接花599 买4070 Super就可以了 看到这里的同学 是不是觉得 游戏前景一片大好 其实不是 因为目前支持 这种技术的游戏还不多 想要普及还得一段时间 DLSS3 它不像PS5游戏 PS5的硬件配置规格 固定在那 游戏开发商 直接根据硬件 去优化游戏就行了 优化不好 索尼不让你上架 正所谓 你不动 我动 你硬件不动 我软件开发商动 而DLSS这边 它不是强制的 游戏厂商要看市面上 支持DLSS3的响卡 普及率高不高 有多高 因为在游戏里增加 DLSS3是有成本的 游戏开发商也是要赚钱的 也得看投资回报率的 不要天真的以为 游戏开发商一切都是为了玩家 前提是 人家得先能赚到钱 他们都是商人 在游戏里增加